在修行的过程中 你们应该在佛菩萨的慈悲下 台长的指导下勤修苦修 一直到智慧开了有了悟性 那时才能进入正修圆满智慧的境界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凡夫以生灭心看初世法 一般人会认为初世法也随人生的完结而灭 从而对初世法没有真实的了解 认为修行、功德、善事等都是太模糊、太遥远 师父还说 错误地认为人死如灯灭 对世间法和初世法混淆不清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五月份时我儿子说要跳槽 因为工资和其他原因 我只知道他工资没有原先多 但是没有想到他工资由原先的感觉良好到现在的不尽人意 大概七至八月份时 我知道他的工资情况后 我求菩萨让他找到一个合适他的工作 经济好转 事业成功 我向菩萨妈妈许愿 每天给儿子念经 并给他的药经者念小房子 并现身说法 他国庆回家后说 新来的经理给他申请每个月补助他一千元 国庆在家儿子一起去放生 初一又帮他放生 就在昨天晚上 儿子视频说 他工资恢复到原先的水平了 我真的很感动 我知道是菩萨妈妈在保佑 其实在这期间 菩萨妈妈梦中一直有提示我 我也在祈求中变了祈求语 我知道如果不是菩萨妈妈保佑 工资情况不会这么快又改回来 观世音菩萨妈妈真的是有求必应 真实不虚啊 心灵法门真的很灵验 愿有缘有福之人 都能遇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感恩释迦摩尼佛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保佑 感恩菩萨梦中提示 感恩菩萨让我遇到心灵法门 感恩分享 这位统修分享到 尊敬的东方台秘书处师兄们 下面我来分享一下 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女儿的亲身案例 今天晚上学习完白话佛法 我五岁的女儿突然从另外一个房间 跑到我的房间里大哭起来 说她头很痛 痛得睁不开眼睛 我赶紧把她放躺下 告诉她冷静不要哭 听妈妈的话 跟着妈妈做 女儿知道 我平时念经 也会念 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圣号 我说 你快念 请菩萨救救你 她痛得讲不出来话了 但是能点头 我也在旁边 跟着心里喊 我看到她 小手和十 能够感到她在实际念 我知道 这是有药精者了 赶快许愿跟菩萨讲 也给女儿转功德 并且为女儿的药精者 念小房子还债 就这样 女儿从一开始 眼睛都睁不开 到慢慢地能和我说话了 说头不痛了 我赶快上香求菩萨 前后不超过十分钟 真的太灵验 太灵验了 我上香中间回屋 看女儿睡着了 真的好感恩菩萨妈妈 慈悲我们啊 我一定好好念经 完成自己的愿力 敢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愿力大于业力 皮肤病力见好转 敢拿磨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 感恩师兄们 折磨我将近两年的 进步的皮肤病 由于小房子数量 放生数量 做的功德都不够 这几年到处求医问药 不见好转 观世音菩萨慈悲 曾两次托梦 都是由于修行前 吃的活海鲜问题 但是自己没有向内求 没有好好忏悔消除业障 到处求医问药 仍不见好转 在治疗期间 我知道是自己功德不够 也没有精进努力 弘法度众 没有好好念经 消除业障 在不见好转的情况下 我发愿度人两千 来消除这个业障 没想到 当晚就止住了起养 第二天就消下去了很多 在业障病 灵性病去除的情况下 肉体病也在找中医大夫调理 目前基本恢复正常了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是一位初学者 刚接触心灵法门半年时间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法门 关于白化佛法的学习 我有一点分享 在我修行到第三到四个月的时候 我有一段时间 念经舌头打结 大舌头特别厉害 那段时间我很苦恼 就觉得业障太重了 念经都念不成 然后我听开示 知道白化佛法可以消除业障 十分殊胜 我找师兄结缘了纸质版 收到后 我就读了一遍 念经舌头竟然不打结了 念得很顺利 然后过了两天 又有一点点大舌头 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现在念经就再也没有打结大舌头了 白化佛法能让人明白很多道理 每当我心情低落 沮丧 缺少前进的动力的时候 读一读白化佛法 很快就充满了能量 就又坚定信心 有一种拨开云雾的感觉 我现在已经读到第三册了 我打算全部读一遍的时候 再从头好好学习 白化佛法真的很有能量 再次感恩师父 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法门 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此类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有关冬至的佛学开示 4.有关冬至祭拜亡人的注意事项与禁忌 6.有关冬至共祖先的开示 选自2012年12月14日 悬疑问答 冬至 因为呢 你如果把一个祖宗 把这个祖宗呢 说我们家的列祖列宗好了 惨了 你家呢 不知道有多少这种 在下面的 有的是投胎的 有的是到上面去的祖宗全来 那就麻烦了 所以你最好呢 就是说 最近自己家里 直系亲属了 或者外公外婆了 或者你经常要拜的那些人 你列一个牌位 7.冬至祭奠后 亡人照片何时收起来 选自2011年12月18日 悬疑问答 我就问一下 不是冬至马上到了吗 不是祭奠这个亡人吗 就是说 那天不是把照票请出来 然后给他烧带小房子那两斤 那么我们这个收照票的时候 是应该晚上就收掉的 还是第二天 就是第二天 什么晚上啊 当场 当场拜祭完就当场收掉 哦 当场拜祭完 当场收掉 你如果一天放在家里 也倒霉的 哦 是这样子的 香烧完了 头磕完了 水果供完了 小房子烧完了 头磕完了 该讲的话都跟祖宗讲一讲 谁过气的 你放心 你好好的 我一定会念小房子 把你超度怎么样怎么样 讲完了 好了 然后就香烧完了 就把它香收掉 整个就收掉了 听得懂吗 哦 听懂了 听懂了 你不问的话 很多人还不知道呢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 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世间的一切法则 随人的死亡而灭 所以追求一切的物质享受 人世间的争夺 到头来只是一场空 任何人间的名利 都是虚幻 能带走的 只有孽随身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 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